這個星期日播出的 《中年好聲音2》第七部曲下半場 上站安雅希出場 刷新最高分紀錄 這集幾位實力選手 都火力全開迎戰 雲上星下晴 已吹光吹光感淚冷紅 也許不會失去你 無多想一想的好孤寂 想一想的好痛心 想聽到真空 這一回合選手們挑選一個 關於自己人生故事的歌曲出戰 其中馬來西亞選手沈忠賢 分享一個癡情的故事 令主持車遠遠開水喉一樣 沈忠賢一路唱一路回憶 當年親自出席前度婚禮出嫁的畫面 她也忍不住淚崩 這首歌是我二十年沒拿出來唱過 因為 我是看著我生命中最喜歡的一個女人 而陳如飛分享的故事更令大家相當嘩然 原來性格樂觀的她曾經經歷過婚姻失敗 還患過嚴重抑鬱症令婚姻破裂 她亦公開跟媽媽的關係不太好 相信跟原生家庭長大有關 因為我很小時候爸爸就過世了 媽媽是一個人獨力照顧我 但是媽媽是第一次做媽媽 這個我相信 其實有很多單親家庭的蟹子都會明白 不是很識愛的 但是她們會給予很多物質上的東西 我和我家人每個人都會癡神 我這次是下了很大的勇氣 才夠膽去選一首這樣的歌 去講述自己的故事 因為其實大家平時看到我 都好像比較開心 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一個適合傳播情感的人 我更加喜歡傳播快樂 所以我更加喜歡唱快歌 更加喜歡大家一起享受音樂 一起玩音樂 所以這次是我一個非常大的突破